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拿着我的耳泪镜 我就把全套恭喜给你 你都不行啊 他就让你收一个人家说没有专业工具 就别吓唬了 像这个小朋友配合的全场还是不错啊 一般在儿童身上很少敢使用勾汁啊 非常少 但是这个孩子整体先拿小钳子试了一下啊 表现还可以 这个大概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吧 可能是 因为这个干燥的钉钉块啊 在跟外耳道的摩擦之间啊 会产生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啊 成年人的话 呃 坚持没问题 儿童的话啊 能坚持稳定操作的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了 啊 啊 这是小朋友的一个小耳朵 左边的啊 可以出来 检查一下骨膜 检查一下骨膜 嗯 检查一下骨膜是完好的啊 好 看他右侧啊 这个 呃 怎么说呢 这东西跟家长 在你来之前的这个说服工作没多大关系啊 在跟你儿童自他自幼的这种生长环境啊 家长的呃 脾气秉性啊 包括你平常家长怎么跟孩子交流 跟这些综合因素有关 不在于说你来之前跟他说什么 你说那些基本上白搭啊 说的再好 上来一试有点疼 开始躲 没有用的啊 这个儿童具有自治能力的相对比较少 不然的话呢 还叫什么儿童啊 对吧 如果儿童个个都跟大人一样 那就甭叫儿童了 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啊 你在孩子身上 如果他突然发生这种闪躲 这个 这个叮咛勾子啊 勾针 它真的是勾子啊 这个尖端啊 在耳内镜下看的是比较顿 实际上还是比较锐利的 刺穿骨膜只是分分钟的事 不要自己瞎搞啊 有时候看有的这个粉丝给我发的这个图片啊 这个耳内自己在瞎比划 这也是吃了亏了 你就知道有事了 好 这是小朋友的硬菜啊 两粒牛肉干 下面是一个大朋友啊 下面是个成人的 好 骨膜很清亮啊 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个骨膜形态 我们下边看一个啊 成年人的 从外观看啊 它这一侧啊 也是一个叮咛参色啊 猛一看也是叮咛参色 嗯 就是质地比较硬啊 勾针上去 感觉啊 这是牛肉干级别的 也是属于有点顶天立地似的 看上去是这样 那实际是不是呢 哎 挑起来 这个小白边啊 有点问题 看见了 脚化层啊 因为咱们经常说 嗯 硬菜呢 有两种比较常见 一粒就传统的 一种是传统的叮咛参色啊 普通的叮咛参色 牛肉干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 外道胆脂瘤啊 那个胆脂瘤那是真是嘎嘣硬啊 把骨头都硬开了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挑挑看啊 这个朋友啊 来之前啊 他这个 其实他是来看他左边耳朵的啊 就左边耳朵有点不舒服啊 仗着难受 仗着疼 现在右边耳朵没感觉 没任何感觉啊 对话完全正常 所以这东西不像大家想的 耳朵堵成这样 我听不见 我因为听不见声来看 没有 很少 真正听不见声来看的啊 也有一少部分耳朵里有堵东西的 但是你把它清理完了以后 他的听觉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这就是听觉系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可能很多普通人无法理解啊 这我就不再多说这个 因为这个我的悟空问答 问答里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人右边没有任何感觉 他完全是准备是来看左边的 但他的 说错了 他左边没有任何感觉 他 哦 对是 今天有点 说话说多 嘴皮子半寸啊 他的主要目的是来看左耳啊 主要目的是来看左耳 当时呢 他左侧也是 左侧的块比这个还大啊 左侧的块比这个还大 那么我说看看右 顺手一块 在清理多少之前 我说先看看右边吧 结果右边也是 满坑满谷啊 满坑满谷 好 啊 分次去 这个 实在是 太硬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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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来 哎 出来 小块 这一块跟刚才那小朋友的那一块 大小有点相像了 但是这个大朋友啊 耳朵里塞的可不止止这一块啊 后边还有好多 而且这个外侧已经有点发白了啊 咱们熟悉的朋友 你看这个熟悉的朋友就会有说法 是不是外耳道单质流呢 咱们判断外耳道单质流啊 有两个很基本的点 两个要多符合才能比较确认 一个是这种比较典型的啊 角化层 那么还有一个是外耳道形态的这种破坏啊 这两个应该都要具备 这个角化层刚才已经是可以看见了 人的外耳朵口呢有个角度啊 外耳朵口有个角度 所以在这个 缺少一个低了耳朵的人啊 这个耳朵向后上前拉以后 外耳朵口的这个角度能变好一点 现场缺少一个低了耳朵的啊 一般有小朋友的话会让家长低 成年人的话自己经常基本都自己来 很少能找到帮手啊 这个如果旁边有人能撑一把的话啊 能够轻一起来 减少一些繁琐的不必要的手续啊 又出来一坨 对上周不是投票吗 上周 这就看见刚才这个外耳朵的这个形态 已经有一些轻度的改变啊 因为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丁丁串色 这块拿掉以后啊 外耳朵的皮肤可以完全正常 或者是有点轻微的擦伤啊 有点小的擦伤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人的外耳朵形态一定有点变化了啊 刚才说到那个投票啊 因为之前啊 升级大会啊 升级大会 镜头脏啊 镜头很容易就 内镜操作嘛 升级大会的投票在上周四结束啊 后来晚一些时候的时候 看到了官方正式的通知啊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啊 众位朋友的这个台爱 呃 升级大会投票获得了健康健身板块的第一啊 在总榜当中排到了第 好像是第五吧 我已经想没太注意那个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啊 投票期间这个视频发了不少 天天发啊 天天发最后一天是一天发了两次啊 一天发了两次 好 这个外耳朵形态已经是有一些轻微的改变了啊 有一些轻微的改变 骨猫还好啊 骨猫没有破损 骨猫还有没有破损 这个呢 我感觉是介乎于 呃 最终形成外耳道胆指流之前的一个前期啊 因为这次正好 我们干预的早 这个病例如果再拖个几年啊 有可能 有可能最后就进展到外耳道胆指流 这个钉钉栓四和外耳道胆指流之间呢 他有一定的关联 但并不是必然啊 并不是必然啊 并不是必然 可能有一部分人外耳道胆指流的形成和 钉铃阻塞有关 但并不是绝对啊 也有清理过大量的这种长年啊 之前说过这种几十年啊 是不是还清过一百岁的啊 类似的这种啊 也 他就是钉铃就是钉铃 所以这东西人体是一个很奇妙啊 这是他的左耳 他本来是他看左耳的 左侧很不舒服啊 如果自己稍微弄一下就很疼 但是一看这个硬度非常的坚硬啊 稍微碰一下 他就有点忍不住啊 那就是先暂时先点点药 把这个表面要先软化一下啊 我们下一期再放这一侧的操作啊 因为他需要回去软化啊 过两天再过来 好 这个关于他左侧的操作 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